香港古工博物館 香港古工博物館1.2萬平方米的用地 建築面積3萬平方米 當時的梁靜行政長官致辭 我印象特別深 他說這是一個既往開來的 為香港文化合作打建新平台 都是香港最珍貴的土地 香港拿出了40公頃 40萬平方米的土地 用於文化建設 這是香港對於文化藝術高度重視 從15年開始運糧 16年開始選址 17年開始建築 18年就是中途了 當時確定了 不管有五個方面內容 一個文化戰彈 一個素質化展示 一個呢 古工學術獎堂 專家的獎課 還有一個學生的 這個古工實事課堂 再有一個呢 就是古工文化創意成品 它營銷 這些年呢 我就回顧了 得到香港人士的支持 比如陳啟忠先生 三次捐贈 比如熊茂先生 這個捐贈 這個養心店又捐贈了 四路三水地圖 特別是07年的時候 香港會為十周年的時候 在藝術館局辦了 金濤樹原書畫館 那次很宏度 三次一件一集片 有情形上的圖 樹原書畫難得一件 並且它的佔助時間 會比較短 其他瓷器啊 與其這些 它會時間比較長 甚至一年以上 但是書原書畫一般呢 就是最多兩個月 並且呢 它一旦收回去以後 三年都不會佔助了 在故宮也不會再佔 所以我覺得書原書畫很難得 平台故宮的書原書畫 品質很高 在故宮也不會再佔助 那些字幕提供 在故宮也不會再佔助 那些字幕提供